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中國他爸 在中俄邊境的一座城市叫做 哈巴羅夫斯克 反正這以前也是大清的領土啦 那距離黑龍江省的邊境 僅有幾公里而已 非常的近 而在3月20號 這個地方發生了核外洩 造成了核汙染 結果俄國媒體在前幾天的4月5號 才報導這件事情 而路透社也接獲到這件事情 並且宣佈該地進入緊急狀態 那我們看這張圖啊 可以發現 他的輻射值是5.99維西佛 而落在0.57啊 是正常範圍 所以你看這個超標多少倍了 而今天俄國 又宣佈了 我已經解除緊急狀態啦 現在一切像好 一切輻射都非常的標準 整個國家 都洋溢著這個星星向上的氛圍 直接變成了0.0幾% 那在今天之前 只有中國的少數媒體有提到這個事情 而微博現在基本上 在俄國正式宣佈解除緊急狀態之後 才突然有了前五名的熱搜 那導致許多中國網友破防 自我懷疑 去年至今 到農夫三權嘛 對吧 鬧得沸沸揚揚的 日本排放低於標準值的核廢水 卻被小粉紅跟中共 沿上了無數次 但這次發生在中俄邊境超標十幾倍的這個核污染 卻默不作聲 而且緊挨著中國領土 而這些粉紅跟中共中央 竟然 不出面 譴責俄國 更不呼籲聯合國或是中國 應該要派專家協同調查 因為我不信任俄羅斯對吧 還記得去年 粉紅也這樣嗆 我們應該要派這個中國的專家跟 聯合國的專家去日本調查 結果被打臉 聯合國早就去那邊調查過了 而且聯合國的原子總數裡面還有一堆中國籍的專家 也同意排放了 讓我們看一些 破防的留言 俄羅斯把核廢料放在中國邊境是幾個意思啊 你看這距離我們黑龍江的這個 浮遠縣中心才68公里而已 上個月20多號就已經核洩漏了 網路上都找得到 還有網友說這TM的 報導日本核污水排放的媒體 都S了嗎 俄羅斯4月5號就報導了 我今天才知道 是我消息滯後了呢 還是消息走路慢了呢 洩漏不是核輻射 是正能量 這麼多天了終於來個熱搜 得譴責某些國家不負責任吧 把我們本國人民和鄰國人民置於危險之中 中俄邊境這麼近也沒說清楚什麼是放射源 關於人民健康的話題 怎麼都沒有媒體在報導 你們這些媒體在幹嘛呢 無論如何善待大額爹 但大額爹總是會出乎意料的背後來這麼一招 這是當年的這個 諾貝利河外洩的 悲劇重演讓國人 牙口無言 也讓鵝粉們有些尷尬 一旦河洩漏會直接 威脅到東北大糧倉的安全 對啊你看很多人都在嗆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可能有巨大的隱患啊 對吧這才距離中國多遠啊 這座城市不是有個核電站嗎 你們知道非常搞笑的是什麼嗎 4月8號 俄國的外交部長 到訪中國 基本上來說 這個時間 他到訪了中國 你們中共中央應該要開記者會去譴責 順便當俄羅斯外交部長的面去跟他講 這件事情 已經危害到我們中國人民的安全 有這個隱憂 是吧我們要聯合解決 或是說 你們有什麼更透明的管道要公佈給我們來看 通通都沒有 中國微博馬上就一堆淡化以及不加一堆這件事情的 這個描述的熱搜 突然上榜 那更好笑的是 之前不是傳4月8號要什麼馬騎會 然後現在延到說什麼4月11號之後才舉行 笑死了 因為4月8號這天當然是要拜會爸爸國的使者啊 怎麼可能會見你馬英九呢 你馬英九只是一個 前省長而已對吧 你拜見中國中國拜見俄羅斯 所以是有個先後順序的 今天你就比他硬他才會尊重你 在這種 自古以來都是牧牆的土地上 只有這樣你才會贏得他的互相尊重 哪怕他這個互相尊重是怕你 但這也是一種尊重 欸記得啊 我說的是限於國與國之間的 如果人家要這麼硬的話 那你 也是得硬起來 我說的不是我們國家政府要對我們本國人民 搞清楚不要偷換概念啊 那還有一個暖心的故事啊 上週瑞典政府宣布要驅離 一名長期為中共喉舌的 中國女記者 並且說到 這名中國記者 已經對瑞典本國造成了國家安全的危害 那這名女記者他叫做陳雪菲 是北歐綠色郵報的社長 20年前啊 就已經移居瑞典 並且以瑞典男子結婚生子 哪有居留證 而他在北歐的報導啊 基本上都是抄寫中共黨媒的那套宣傳 對吧我把這個簡體中文啊 在轉化成英文啊或是瑞典文啊 來誤導那些歐美人士 讓他們認為中共國不是你想的那樣 所以陳雪菲他是中國配偶沒有錯吧 瑞典的 中國配偶 那瑞典 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大家不否認吧 那瑞典的平均發展指數也是比台灣高的 瑞典 在尊重人權方面的 也是比台灣高 那為什麼他們政府可以驅離對他們自己國家有害的 中國配偶呢 那反觀來說 我們台灣 為什麼 要去包容呢 而我們台灣 卻要包容一堆有明顯 舔共 且逼迫孩子拍舔共 影片 說要讓中共統治台灣的 粉紅中國陸配呢 一個距離中國如此遙遠的瑞典 卻對自己的國家底線跟民主寬容都有所把控 而台灣卻對危害本國國家主權 銀河敵人 近在咫尺 起碼比瑞典近很多吧 或是面對一些人權啊 兒童等權益 如此漠視 雖然 現在很多人要求的所謂這個五大訴求啊 台灣先有法律 已經有所法條了 但更多的是另外一大部分民眾 對此的無感 不管是對任何議題的無感 甚至下場幫忙洗地 說什麼 台灣就是因為是民主自由啊 所以你應該要讓中配縮短年限 對吧 你應該要讓他們 盡速的可以取得投票權 你不能驅離他或是限制舔共的中配 對吧 因為你這麼做 就是不民主自由 就是跟中共一樣 所以瑞典他也跟中國一樣極權嘛 或是說什麼 他只是買個影片而已啊 沒什麼大不了的啊 人家只是來台灣唱個歌啊 那他在IG上微博上說 這個中國台灣啊 那你就讓他說吧 就是恰恰這一群人 恰恰又是這群人啊 很愛拿歐美當例子 你看歐美國家 他們在這種對於人權上的議題又怎麼做啊 保護兒童啊 保護女權啊 保護這個性別之常的啊 諸如此類 對吧 我們台灣要看齊要去學習 對 沒有錯 說得非常好 但為什麼對於國家防範 對於國家安全 我們不學學歐美跟瑞典呢 當我們說要學的時候 你就說不民主不自由 所以這是選擇性失明 對吧 任何的法律法條法規都是基於這個國家要出台的 但我們今天沒有這個國家了 那你自訂這些事有什麼批用呢 那這樣美國跟瑞典啊 北歐那些國家都沒有人權 因為他們竟然驅離 有間諜疑慮的 中國人 距離如此遙遠的歐美 都害怕被中共滲透 如此而做了 也引起了歐美政府的關切 請問台灣位居第一線 且跟中共目前沒有簽署任何的 停戰條約 對吧 不然你現在翻一個停戰條約給我看 沒有嘛 雖然他簽了 他 很大機率會違約 這也是歷史告訴我們 而我們現在實質上 並沒有開戰 或是他沒有 打我們 雖然他有備戰的行動 但是意義上 我們還是 戰爭的狀態 而這個戰爭 不是台灣人引起的 是中華民國在大陸時代的中國人就開始 引起的 而他們 敗逃台灣 所以面對中共 我們 是最大的受害者 我們卻反而 比歐美國家 更包容 我們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這些影片只是冰山一角 每天在抖音快手小紅收YouTube上 台灣的任何社交平台或是 海外的社交平台通通都看得到 大陸好還是台灣好 在我的觀念里 我覺得都好 因為祖國強大 我們才可以安居樂業 只有被日本侵略 被美國挑撥離間的時候 我們才不好 我們都是延緩子孫 華夏兒女 兩岸都是一家人 我們應該團結一致 一條心 讓我們的祖國更強大 所以你的生活幸福 跟地區沒有關係 跟你的心態有關係 所以我說台灣好 並不代表我不愛國 因為台灣也是中國的一部分 家人們 如果你們認同丹尼的觀點 請在評論區留下支持兩個字 謝謝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是 中國台灣省的日月潭 在這個普天同慶的日子 小巧身著我們的中國紅 祝願我們偉大的祖國 繁榮昌盛 國泰民安 我愛你 中國 抗人這些噁心的影片 我們也常常分享 對吧 真的不少 真的隨便搜都有 我們再說回來 瑞典這名忠佩 我自己的觀點是 他為了騙取中國大使館 或是中國大外宣的經費 所以呢 隨便翻譯一下 負資貼上一下 然後到北歐去宣傳 為了賺錢嘛 你說他真心愛中國共產黨嗎 沒有 因為他身體很誠實的 待在歐美 孩子也在歐美 但他這樣的行為 會讓很多 不理解中共的歐美小草 做出錯誤的判斷 而這種騙取經費的狀態 在中國境內 是更為嚴重的 昨天 一名中國粉絲給我爆料 他們當地的浦洋電視台 在河南 已經發不出薪水了 許多電視台的人 都到了電視台門口 抗議 但很快就被下架填文了 當地的電視台都是由 當地的中共 政府 當地的政府 去掌控 對吧 而這個電視台也是根據 中央和省文化體制 改革所要求成立的 那就是中共地方的黨媒啊 你在中國這樣的國家 你去反黨媒 然後你還希望所有的黨媒媒體 幫你曝光維權嗎 不可能啊 而這種地方黨媒就是負責各種的 大內宣 對吧 然後呢 在海外他們也有大外宣 對吧 對這個已經輪出去的中國人 再次洗腦 或是 輪出去中國人 他們的二代三代 甚至對 歐美人 去做這種認知作戰 中共的宣傳機構 經費都出問題了 你就知道中共現在的經濟啊 是每況愈下 前幾天我還看到北京在推出什麼 買一送一的房屋銷售方案 你就知道中國現在 現在多差了 差到你買房 要打出買一送一才賣你 而為什麼要買一送一 甚至賠本去賣呢 因為 我現在沒有想要賺了 我只是希望成本可以回來 為什麼會出現這個狀況 因為經濟差 經濟差 而房價跌 經濟差而薪水跌 所以舔共台灣人啊 趕快去中國買下你的居住正義吧 兩房耶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們不小心記得 飲料寶我朋友是我18號 下次再見了拜